男人是个变态杀手 每杀一个人呢 他就会把受害者做成一个漂亮的雌娃娃 然后将他们进行展览 今天为大家带来悬疑电影《两个心脏》 男人今晚又抓到一个猎物 他在猎物的嘴里塞满钱 熟练的将女孩进行度量 做好标记后呢 就锯了下去 随后用女孩的骨灰做成了一个新的娃娃 第二天 他继续出门寻找目标 这时一个小女孩向他搭话 请问你认识学姐吗 原来呀 女孩曾看到 他和昨晚的受害者在一起 男人诡异一笑 认识啊 你要去找他玩吗 就在女孩迟疑的时候 女孩的妈妈找了过来 女孩只好拒绝了男人 跟着妈妈离开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男人默默记下了他们的车牌号码 晚上一家三口给女儿过完生日 女人走进浴室准备洗澡 可洗到了一半 门外剧烈响了起来 她以为是丈夫 让他别着急 可等他出来后 发现丈夫女儿已经遇害 此时凶手出现在他身后 举起棍子朝他打下 女人并没有死 在医生的救助下 保住一条性命 此时支撑他活下去的 只有对凶手的仇恨 然而 他因为伤势过重 导致半身不随 想要报仇 难于登天 两年来呀 他一无所获 为了复仇呢 他召集了一个复仇小分队 成员包括医生老郑 打手大头 独眼龙根叔 和黑客小妹 这些人呢 也不是免费帮助他的 而是因为家人患病 需要他捐献器官 女主记得的唯一线索 只有一个丈夫 被凶手拿走的打火机 上面有女儿写的 爸爸不要抽烟 于是他在网上散布了一条 回收同款打火机的信息 果然收到了一条私信 对方说 他也有一个同款 因为上面有字 可以便宜卖给他 女主强忍住激动 说他要看一眼照片 才能相信 谁知 对方却突然下线 好在通过黑客妹的破译 找到了这个人的IP地址 根叔根据地址 前进男人家里 果然发现了那个打火机 正是女主丈夫的那个 这时男人回来了 被潜伏在门口的大头 逮个正着 可惜他们抓错了人 男人呢 只是一个帮忙停车的司机 上个星期 看到客户的打火机 就给顺了回来 通过男人的口供 他们查到凶手 曾在一家咖啡店出没 通过监控呢 他们锁定了目标 并从咖啡店 得到了目标的号码 女主假装咖啡店员工 打了一个电话过去 一听到对方的声音呢 她立马就肯定了 这是凶手 她一辈子 也忘不掉这个声音 为进一步查证啊 女主和根叔 趁凶手出门 前进凶手家里 一进去就发现一个 真人大小的天使 天使的关节上 还在流血 除此之外呢 还有大大小小的各种娃娃 每一个都标着受害者的名字 在最顶端的格子上啊 她看到了女儿的名字 以及女儿留下来的一条项链 就在她准备去拿的时候 凶手却突然折了回来 女主赶紧钻进桌子底下 就在凶手即将发现她的时候 门铃响了 原来是根叔假扮送抱园 支走了凶手 回去的路上 女主向根叔吐露出 女儿的项链对自己多重要 为了满足她的心愿 晚上根叔再次前进凶手家 准备把项链偷回来 谁知凶手早在白天就察觉了不对劲 通过监控实时观察着自己的家 根叔一进去就被她发现了 凶手从背后袭击了根叔 宁死不屈的根叔被她残忍杀害 最后尸体还被扔进了焚化炉 之后凶手从根叔的包里 发现了他们的复仇计划 于是用根叔的手机 给女主打了一个电话 对面长久的沉默 让女主明白了一切 她知道根叔已经遇害 而自己恐怕也已经暴露 此时的女主终于意识到 不能再有人成为这件事情的受害者 于是她遣散了复仇小分队 接下来她要自己一个人去面对 可很快 在女儿的墓前凶手露面了 凶手将她带到悬崖 准备把她推下去 危急关头 大头出现了 原来大头放心不下 暗自跟着她 大头救下女主后 骑车追着凶手而去 经过一场刺激的追车戏之后 车终于在一片田野翻了 两人又开始了近身肉搏 大头凭借强劲的武力值 把凶手打得落滑流水 最终用电棒搞定了凶手 可当她把凶手搬到屋里 通知女主的时候 凶手却醒了过来 并用她的电棒偷袭了她 等大头醒来 自己已经被绑在了切割机上 凶手正在打电话向女主示威 得意的凶手挂断电话 正当她准备将大头杀人分尸的时候 女主发来一段视频 视频里 女主正在毁坏她的那些娃娃 凶手一看急了 打开切割机后就赶回了家 就在大头即将掉进切割机的时候 医生终于赶来救下了她 另一边 女主已经设计好陷阱 等待凶手回家 不过这些陷阱都没有什么用 凶手很快抓住了女主 就在危急时刻 满血复原的大头赶来阻止凶手 不过因为之前受伤 她的武力值下降了很多 很快大头就被打晕了 这下没人能救女主了 就在凶手一步步靠近她的时候 女主突然笑着打开了打火机 原来啊 她早就在天使上倒满了汽油 凶手瞬间明白了一切 可是已经晚了 女主抬手一扔 瞬间烈火熊熊 凶手最得意的杰作就这样被摧毁了 她暴怒起来 准备让女主陪葬 就在这时 娃娃的残骸向她飞来 刺穿了她的身躯 凶手怎么也没想到 她竟然会死在自己的娃娃手中 自此 女主终于大仇得报 最后女主为了兑现承诺 将安乐死的针管 扎进了自己的心脏 两个心脏 讲述了一个弱女子 为给女儿丈夫复仇 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找来一帮大神帮忙的故事 本以为是复仇者联盟 谁知五位一还能被打得个半死 这么多人武力值 还抵不过一个搞艺术的 说来有些可笑 但也正因为如此 才显示出凶手的可怕和残忍 半身不随的弱女子 对阵狡猾的变态杀手 大概是编剧想要表达 作为一个母亲和妻子 女主豁出一切去复仇的决心 所以为母则刚 不要小瞧一个女人的力量 好了 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